排施的章数 除了这样子左拉右拉 上面还有其他的章数 多流汗泡澡泡脚 这个都很建议 其实这个都是在家里能够做 像有些人代谢非常差 我们说其实我们临床看到 一些容易的癌症体质 除了情绪不好 我们说干预气质之外 还去做运动排检 另外就是 它可能比较是属于脾气不好 干预气质没办法发散 它可能其实不是生活压力 有时候它是那个体内失调了 有些那种像我们 或者说我们女生容易手脚冰冷 主要寒线的体质 这个湿气都会容易累积在身上 最简单就是回家之后 如果我们家里没有浴缸 没有关系 我们淋过浴之后 稍微拿一盆水 我们泡泡脚 帮助身体来代谢 把汗排出体外 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活落 活落我们的精气神 把这个湿气都排掉体外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然后水温要注意哦 水温要多少才会比较适合呢 靠近体温的温度 再高一点点就可以 大概38-40左右就可以了 过热也不好 过热的话可能 我们就是身体它怕烫伤嘛 对 怕烫伤 不够热也没有这个效果 不够热的话它可能促进 因为脚离我们的心脏很远 它促进血液循环 可能不够力 这个水温稍微建议一下 如果说我们家里有一些盐 或姜 姜片可以放在我们的泡脚的水里面 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温阳去湿的效果会更好 将片切一点点 哇 小蜜姐好棒哦 医师不常识告诉大家 那那个盐是用粗盐吗 我会建议粗盐 我自己是喜欢粗盐 不过因为家里那个厨房有用那个食用盐 其实也都可以 因为天然的盐 它就有很好的一个 就是微量元素 是 盐点也可以帮助身体的代谢 可以进化我们的一个身体 哇 那用泄盐可以吗 泄盐 泄盐可以啊 也可以 所以哇 反正就是要用天然的啦 对 要用天然的东西 减少这个我们的环境荷尔蒙 把身体的毒素尽量代谢出去 从情绪啦 饮食啦 生活作息来作少 是那我还要再追问一个 刚刚提到泡澡 因为很多人其实不只泡脚 泡身体 泡脚是比较快速的 因为只要脚就能够先暖起来 对 泡脚就是暖起来可以办法 那如果泡身体呢 如果是泡全身的话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防癌抗癌的密招 其实我们在泡澡时候 我们除了可以冥想之外 冥想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心理 我们的脑波瓶颈 脑波的瓶颈 有助帮助我们的 自律神经平衡 减少这个 癌细胞的诱发 另外再来就是你 泡澡时候冥想之外 无聊 你可以我们来拍拍我们的这个经络 经络怎么拍呢 我们比如说我们泡澡的水 水位大概是低于心脏 会比较安全嘛 然后泡澡的同时 我们先喝一杯水 咕咕咕咕 对 喝完之后 我们可以拍打我们的手背 手内是往心脏的地方 由手掌往上去做拍打 手掌往上拍打 对 像现在夏天天气热 可能有些这样拍一拍就会出沙了 那个就是一个毒素 身体的湿热代谢掉 是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要拍回来吗 还是就往上 一次我们就是往上 然后从游下往上的方式 对 上拍 所以如果红红的代表都是出沙 身体的毒 对 大家不要太用力 因为身体有热气它要发散 它会透过我们的微循环 就是我们这个出沙的状态去发散出来 所以其实如果身体有热气 你轻轻拍它就会出现了 但跟我们刮沙是一样的 是 是 是 所以不要拍下这种受伤啦 对 对 有些人会去进食一些食补来抗海吗 对 食补要怎么食补呢 然后大家会觉得说 我好像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 想送一些东西给他营养补给 可不可以送什么 是人参啊 对 那种很 好像很多就是 这会太补啊 人参其实它最好的抗海物质 就是那个多糖体啦 其实因为癌细胞也会吸收营养 所以我们会阶段性的抗 比如说它今天是抗癌 完成一个阶段 它要做 它体质是比较虚弱 它手术完 化疗完 体质很虚弱 我们就可以适量吃一些人参 帮助它恢复体力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对 所以其实要分阶段 对 所以阶段前 那我就帮观众朋友问 如果是这个 还没有得癌症嘛 就是可是要预防癌症前 适合的补 然后跟可能你已经得了癌症 在化瘤的时候的补 有什么不一样 你终于得满点 对 因为我们当 我们说癌症它是一种 这个邪气嘛 所以说我们在平时养生的时候 我们讲究体内的阴阳平衡 所以任何食物 刚刚讲的这个圆形的食物啦 或是天然的食物 它都适合摄取 你也不用特别去抓什么补品来吃 那你偶尔就说你可能气虚 你就吃点人参 提提气 或是说你可能吃一点比较有 富含蛋白质的 优良的蛋白质 鱼类啦 豆腐啦 这些都适合 但是像这个牛肉红肉类 就要尽量不要吃太多 因为它只高油脂 这些平常就可以做进补 那如果说你可能检查 我们检查到了说 我们可能有这个 癌症的这个风险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高油量的这些要避免 那吃补的话我们要暂停 因为这些吃补的东西 在有癌症诱发的这个阶段 它所谓的营养 这个癌细胞它是也太聪明了 它比我们正常的细胞 更会抢这些营养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有 好像要检查 这身体有不对劲的时候 你一定要减少这个食补的 要咨询过我们专业的中医师 再进步 那但是你可能就是治疗到一个阶段之后 可以开始去调养了 身体的调养 我们看我们身体 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做了化癌 做了化疗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 可能阴虚的现象 它包含可能会嘴破 一直口干舌燥 退役减少 再来要吃一些滋阴的食材 比如说麦冬 还有米针子 这个都是很适合的 好多秘诀 所以其实阶段很重要 不同的阶段你的东西 如果以前有了也不能乱补 对 其实这个癌症是不得已的 我们就是呼吁一下 就是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对 所以我们养生良好的生活习惯 是建议大家来 平常来预防来抗癌 是预防真的比这个治疗更重要 治疗也很重要 那预防先 你如果先预防了 那后面的话就会轻松很多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整个以中医的观点 是一套逻辑下来的 是全面上的去分析 全面上对对对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说 自己得了癌症怎么办 其实我们就是从做良好的生活作息 刚刚讲到说饮食嘛 对 还有不要碰冰冷的 没错 对然后我们就是高油脂类的不要吃 然后做伸展 这些还有良好的正确观念 好 对所以呢 哇一套下来 医师今天好厉害哦 不藏私分享这么多给大家 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些 平常的生活啊 养生的一些小知识 对没有错 所以学期来了吗 哇 美女中医师不藏私分享给大家 真的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以中医的观点来看 其实癌症并不可怕 对不对 你只要平常好好的做好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事先预防的 对对对 因为癌症有年轻化的趋势 所以你我他都有可能那个发生 所以大家不要纹癌色变 要在呃就平时就要做好 如果你害怕这个东西 你要面对它嘛 啊不要说让它也变成一个压力 这样子就不好了 就是今天听了这些 呃养生的小知识 可以就是哎 其实这些都是很简单的 生活上就可以去做 生活上今天问的都是 生活上你我 你看坐在椅子上就可以拉 就可以看美女医师 可以看帅哥摄影师 然后有病的话 就是不要觉得说 哎呀我今天生病 好像乖不敢去看医生 因为很多人尤其 男生女生都一样 男生尤其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工作忙 他可能就是不会想 觉得说是小毛病 其实像很多癌症 没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所以你认为你身体有一些不适 你一定要马上第一时间 去医院去咨询 然后去检查 越早发现 然后如果说是确定什么样子的疾病 及早治疗 这个都能够赶快来 把这个得到好的康复治愈力 没错没错就是要面对它 而且不要心情不好 不要这个压力要把它释放出来 及早治疗啦 因为你总是得要赶快介入 而且不要急病乱投医 不要说听信 都不愿意去医院看病 然后去听信什么偏方 对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些人不愿面对 他就说比如说像一些朋友 他可能不太懂这些方面 又很焦虑就是很焦虑 就是说不知道怎么样去寻求帮助 对 没错 他反而去拜访民间的一些 就是偏方 他就去喝了那些偏方 结果拖延了一些 对拖延了这个疾病的治疗 是 然后就很可惜啦 对对对 没有错 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美女 这个中医师雁婷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精彩有关于 让身体更健康 治疑病 防癌或是抗癌的密招 从生活就可以做起 很简单 但是呢很重要的秘诀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这个影片结束之后留言 这个呢 就是有寇也会上来 跟大家来看大家留言 然后跟大家分享 今天做了什么招喔 节目的最后很重要的 提醒所有的螃蟹宝宝 还有我们的中天铁粉 一定要帮 银秀的银秀报健康 按赞留言加分享 这样才可以看到更多 美女中医师 更多精彩的密招 交给大家喔 今天不要感谢彭医师 谢谢银秀 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 记得先去留言喔 我们下回见了 拜拜 拜拜 螃蟹主播的银秀报健康 来咯 最权威的健康增加 最实用的健康知识 最贴心的健康互动 走定每周三 每周五 晚上八点钟 准时跟着银秀一起 报健康 一定要跟上喔 好 老师 这个 没有 老师 我 没 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